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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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是你一定要说有业龄的话 小业最快的就是累他 帮助别人 因为这个世界是 大家都生活在一种关系网里 关系网里面就像互联网一样 我们在互联网的一个点上 你一动这个互联网 你都在懂只是你差距了 所以每个人都很重要的 在互联网 你的心力 就是帮助别人 当你内心很痛苦的时候 帮助别人解脱 去帮力所能及的帮助 当你有病毒帮助别人解脱 其实你在这个 我们都在70亿人口 在一个互联网里面 当你帮到身边这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可能会帮到他 假如说我帮到他了他还有孩子或者什么 他就会帮到他 孩子会帮到朋友 朋友 一直那个帮助就会蔓延下去 你不是帮助一个人 当你帮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70个亿人口受益 他是个互联网的 就波及过去了 但你的帮助越大 可能影响你越大 但是你在利他 就是利益身边的人 就利所能及的 是去帮助别人 不要太在意自己的角色 当你自己生活 突然陷入痛苦绝望 或者是 就是病痛的折磨 或者一些情感 或者一些角色里面的时候 千万把眼光放到别人来 不要每天 比如说他伤害了我 或者一件事上 我每天把这个头脑 放在这些四个他身上 那你就永远 那就毁掉了 千万移动移动到他们 或者他们 忘记这两件东西 转移你的中心 然后甚至往远看 一直要把你的眼光移动到整个全世界 宇宙 一直一直往 甚至六道钟上 等等 挖开打 这也是一个方法 让自己的心离开 否则就会牵引得很厉害 这都是需要训练的 不是人天生能做到的 不断的训练自己 能够从一件事里面扯出去 让自己自拔 这叫自拔 这件事来了 就像个黑洞 就像个深渊 你掉进去了 要自己自拔 就是把你的心念头 移动到其他四面那儿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受了挫折磨呢 会去寻找宗教啊 会去寻找一些 就是有力量的人 或者是去 因为那些人 或者那个宗教的力量 或者有些心灵的指导 他的力量能让你移动 能让你的心移动 移位 就像你太空里面的星球 那个星球比这个星球大 他能把你的意义 要牵引出去 否则 其实有时候 并不是说他真的说 能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他把你的心啊 从这个地方移动 让你不再关注 让你的关注力从这儿解弱了 这也帮到你了 其实事情有时候我们很难解决 但是你可以不痛苦的 就是说事情是不是能解决 所以当你的心移动开的时候 其实这一刻你可以不痛苦 如果这一刻你是不痛苦的 你明天后天大后天 你也不会痛 你为什么会痛苦呢 如果你坐着这一刻 你是没有开心的痛苦的 你一直在听说话 或者听别人在聊天 下一刻你也不痛苦 下下课你也不会 但事情还在 你这一刻不痛苦的时候 并不是事情解决了 是因为你可以脱离开这种事情的影响 转到别人了 不是转 就是我们是有不痛苦的能力的 是你没发现 是你没发现 你原来觉得 哎呀有事我就应该痛苦 这好像天经地义的事 一下子就切进去 是当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交流的时候 突然你有一秒钟发现 你甚至可以不痛苦的 那件事并没解决 你竟然无动于衷 你竟然没痛苦那一刻 你什么也没想 这件事还在这 也没忘他就在那 但是难道痛苦是对的吗 你不痛苦才解决问题 你痛苦能解决什么问题是吧 我们是可以不痛苦的 其实你选择了痛苦 当件事发生的时候 你选择了痛苦 你认为是应该的 因为他是你亲人 比如说父母走了 或者 因为他是你妈 他是你爸 他是你老婆 他是你老婆 他出世了 或者是他怎么孩子有问题了 你自己概念让你痛苦 因为他是他 他是你的 是我的东西 如果是别人的 如果是别人的老婆 别人的亲人 你肯定不痛 是吧 只是一个界定 就让你导致你痛苦 但痛苦没有用 你能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仅仅因为界定的不同 一个我的和他的 就痛苦不堪 因为是我的爱人 或者是我的父母 那是他的父母 他的爱人 我就不痛苦 弄你了 是吧 又是你的 今天说说 不是你的了 是我的 我就开始痛苦 就头脑里面 就因为这两个 我的跟你的不同 但是痛苦的程度就很深 是不是 是不是 还是我直 是 在根本上是我直 我们不知道虚宝 就是活在一个很狭隘的视角 我们已经习惯了 享受我的 嗯 我们当所有的我的都 都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我们在得失里面 就是 因为我的失去了 我的出事 出问题了 我的怎么了 多事啊 里风里啊等等 他最难破的就是我 他还是弄我 他痛苦 他弄我 确实是我的呀 但是这个我 事情是可以有的 痛苦是可以没有的 事情是没办法的 有些东西是因果 有些是这个世界的 很多很多 人有淡血祸福 你说 天上下冰包 有时候砸了 我们一下 那真的是没办法 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吧 有时候柴死一颗蚂蚁 人家果爆来了 是吧 你都不知道 啥时候柴死的 你怎么知道呢 是吧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避免不了 但惜祸福了 要没有这一生平安 我们觉得很开心啊 是不是 那有了那又怎么办呢 事情 事情是事情 你可以选择你的情绪 这就是休息的 第一步要做的 选择你的情绪 你可以开心 可以不开心 有学力去调整自己 有能力去调整自己 第一步应该做到的 还有对佛说的空性啊 越来越深的了 但那就需要一些定 定个功德 就是说功德是为 功德是什么 功德并不是这个世界的 就是真的需要你啊 不要以为说 你真的这个世界就是 都需要你帮 或者是说佛菩萨 需要你给供养 真不是这样的 是 因为你破我是需要 因为你那个自我 只有在做功德的时候 你才知道 你那个我又多厉害 多巧脸舍不得 那是我的 他骂我了 我还宽容他 凭什么 凭什么让我宽容 不是他宽容我 等等等等 为什么呀 这一大堆总是凭什么 为什么 凭什么为什么 你要成佛 凭什么为什么 没说人家要成佛 你是发现要成佛的 你凭就凭这个 你去做 是不是 你凭什么 没什么可凭的 就是做了 还是认自己 你做了 你不抱怨 你会发现你的心胸气度 慢慢就打开了 有一天你不在位 凭什么为什么 跟每个人做平等心 慈悲心生起来 你知道平等心慈悲心生起 你已经是佛了 不知不觉你成佛了 知道 众生平等了 在你眼中 没有美丑 没有构金 没有分别了 你的分别咋破的 不知不觉破的 你没有功德你咋破 是吧 脑子里说 他给他平等的 做事的时候 他就是不顺 就是不让他喝茶 我就让他喝 不给他喝 是吧 然后我说 众生平等 然后坐在这 是吧 他不说也不给他 就是这样 这就是你的平等 你的平等就是 带着我直的平等 也不能说你是个坏人 你不给他喝茶 是啊 他平什么 是吧 我的茶他平什么要喝 是吧 我不给他是我的选择 我给他喝是我的选择 是吧 他也说不出你啥 这个是不是 但是你要成佛 你要问我怎么破我直 平等 给他就给他 因为他坐在那里 就是 我是举个例子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做别的事情 就是正好借此破我直 就是正好借一些事情来破我 而且要反复的每一件事情 在哪一件事情 纠结了 反复的反复的在这件事情 可能做很多次才能成就 对 嗯 要是 就是那空在哪一块 就靠那个屋顶的那块 就这样也能看开 你不在乎自己 没有自我的时候真的空了 那就叫空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切挂你 切瓣你了 什么东西来了 你这已经 就说不影响你了 那也快离空差不多了 它不影响你还不是空了 它影响你 你说我这空了 老师我打着这有个空洞 啥也不是有病啊 老师 怎么会有空洞 它不影响你才叫空 就是不影响你破洞 对 对 一点点事过来你就破洞 那叫怎么个空呢 那我直还在哪 是我还在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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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